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掌跌密碼 我是蔡佑達 台股今天下跌143點回測萬七大關 收在17059點 成交量為2977億元 今天的盤式如何掌握呢? 現場為您邀請到了兩位專家 首先是大宇國際投庫張宇明分析師 右打好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六位是陳一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盤面上的觀察先來請教張宇明老師 好的 今天跌了143點 跌破了8日的低點 當然把缺口差一點回補掉 造成很多人的恐慌 那為什麼跌100多點就這麼恐慌? 因為高處不生寒 那漲很多了 現在漲4700多點了 當漲很多一波段之後 稍微一個回檔 那個壓力都很大 很多人的獲利回土賣壓 就會非常大 我們看大盤的K線 大盤很明顯的 今天是跌破了8日的低點 當然差一點把這個缺口給回補掉 那我們說這個地方就是高處不生寒 因為這段漲4700點 那漲那麼多 當然很多人想要獲利了結 很多人不願意把債冒風險 想把賺錢放口袋 所以燒一個肥檔風吹草動 這個就會驚濤害浪 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 那我們看 操作股市的時候很簡單 你一看覺得大盤不錯 你才想要進場 當你想要進場的時候會想到什麼 我20大類股要怎麼挑 挑完20大類股你才會看到個股 這是一個固定的流程 你不會說我就亂買一支股票 應該不會 通常我們是這樣來做 大盤看完看類股 類股看完看個股 怎麼來挑個股 看個股之前要先看什麼 看類股 當然要先看大盤 那我們大盤搞清楚了 類股搞清楚了 你才能夠選股票 那我們就先從20大類股來做一個切入 不能買錯 買錯是做白宮的 我們看一下 這個叫電器 16開頭的 那如果你買電器 對不起 你這四個月在做白宮 你坐在冷板凳上面 當你坐在冷板凳上面很冷 然後會非常的不舒服 因為你在那邊你賺不到錢 對啊 在盤整 所以盤整的時候你賺不到錢 你會覺得你非常辛苦 你甚至心情會非常不好 因為這格局是不對的 那怎麼判斷這格局不對的 所以你看如果你進去等了四個月 早知道就不要進去等就好了 早知道不要買這個類股就好了 對啊 那只能事後早知道啊 股市最可貴就是千金難買早知道 對不對 那你怎麼會早知道呢 千金難買早知道啊 萬金難買後悔要 那你再早知道都是後悔啦 都在來不及的嘛 所以你要早知道不要買電器股就好了 問題是已經套四個月了嘛對不對 好 哦 原來 到這邊 他是今天才告訴你這格局不對嗎 那四個月前就跟你講了啊 那你進去這四個月在坐在那邊 坐冷板凳要幹嘛 一年才三次的四個月 那如果你一個類股一個客股 進去套四個月 那你第一個太有耐心了 第二個會不會太笨了 你套在那裡想要幹嘛 這沒有漲的機會你進去幹嘛 你進去那邊坐冷板凳啊 這樣同意是嗎 所以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早知道啊 你需要什麼 你不能進去才再後悔啊 你不能到今天四個月後才知道 你要早在這裡就要知道了 那怎麼可能在這裡就知道 可以啊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賣出信用都已經出現了 那這個階段都已經轉了一空方了 你進去幹嘛 所以股票操作它是有方法有技巧的 那不是你隨便買一個看報紙買 然後就會賺錢不可能的 懂意思嗎 我們再看啊這個啊 鋼鐵股 鋼鐵股已經也套了三個半月了 所以如果你進去一樣 靠在這裡動彈不得 哇 那就很辛苦了 做能板凳 那心情額非常不好 因為長不動嘛 對不對 為什麼長不動 原來早就告訴你了 他今天才告訴你他轉弱嗎 不是啊 他早在上個半月前就告訴你 他已經出現很多賣出訊號了 這一段當然沒問題啊 但是來到這裡這格曲不對啊 1 2 3 4 5 6 7 8 那你為什麼不跑 對啊 你被淋了落湯機 那你為什麼不跑 對啊 賣出訊號出現一對你為什麼不跑 這樣你會不會帶客戶去買鋼鐵股 當然不會啊 我不在空格 我怎麼可能帶客戶去買鋼鐵股呢 因為我看得懂我不會去買啊 但你看不懂你就買進去了 然後就套在那裡 然後天天等著鋼鐵漲 偏偏它都不漲 所以股市人生很多人是這樣度過的 一年這樣度過 十年這樣度過 只有你發現一個人生 股市人生那麼長過去你賺不到錢 原因是什麼 你說在買錯誤的股票啊 你在買錯誤的族群啊 你買錯誤的列股啊 當然最後你就賺不到錢了嘛 懂意思嗎 包含化工股對不對 這個也是不對的啊 為什麼 這很多賣出訊號啊 懂意思嗎 最少這兩個半率是不對的嘛 這邊有一小段對 這最少這兩個半率是不對的 所以你去買它 你也賺不到錢了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譬如說我們看仿製股 對不對 當然不對啊 至少這一段四個月你賺不到錢 這邊對了 終於有錢賺了 拉長紅棒突破壓力區三線萬多 終於有錢賺了 那問題你這段不能買啊 你買這四個月要幹嘛 你買就套在裡面做能板凳耶 做能板凳很痛苦 我們看這次的世界杯足球賽 葡萄牙的這個手將西羅 被這個教練修理 不讓他上場 我跟他在那邊做能板凳好可憐 他明明就是一個大英雄 教練就不讓他上去啊 你就坐在那邊看啊 他心情也很不準 他很想出去救援 很想出去踢進球 問你他不能上場啊 教練不准他上場啊 在那邊做能板凳這樣發呆 然後一臉無辜 一臉非常可憐的樣子 那很多人的寫照 股市投資也是一樣啊 你買了房子股 那你不是在那邊套四個月嗎 你這邊做能板凳嗎 跟西羅一樣嗎 很痛苦啊 對不對 最近有啦 你帶進去就好啦 你幹嘛買這一段呢 你會不會帶客戶買這一段 當然不會 但是你絕對有可能會買到 因為你看不懂 你就跳進去了嘛 好不好 比如說玻璃 這個也是不對啊 那你進去買它幹嘛 這最少三個月啊 不是嘛 你買來不但時間讓會掉 還賠錢 包含塑膠對不對 當然不對啊 那你買這三個半列 你進去也沒有用啊 你還是賠錢啊 時間也浪費掉了 雖然這一年365天裡面 多少投資人 你浪費很多沒有意義的時間 浪費在錯誤的類股 買在錯誤的股票 最後你發現你都賺不到錢 對啊 但反正在近期的高點 可是呢 它有漲嗎 沒漲要擺很久了 那你買進去也沒用啊 不是嗎 百貨類股一樣啊 整你三個月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賣信案出現 趕快跑就好了 不然你進去也賺不到錢了 那就這邊坐能板凳 這坐能板凳真的很痛苦 尤其是一個大英雄 他明明可以進球 可以踢得很好 可以變成世界焦點 希羅這麼英雄人物 然後這個教練就不讓他 你不要上去給我坐板凳 這邊待命 希羅真的很可憐 坐能板凳 我們雖然不是球員 我們看他那個樣子 看他鏡頭拍到他 這一點無辜這樣 很痛苦的樣子 想上去他又沒有資格上去 因為教練不准他上去嘛 那這樣就很辛苦了有沒有 你錢想漲 可是就轉空不讓你漲啊 所以你在那邊套 套好幾個月 那套的同時你又在關心股市 又在看別人股票漲天板 那心裡更痛苦 對啊 那你去買他幹嘛 那你去買白貨幹嘛 不是嗎 這不對啊 好不好 所以我們人生有三個 基本的錯誤是不能犯的 第一個叫得博而未尊 你明明沒有那個能力啊 你就佔高位 當你佔高位 你要決定事情的時候 你要決定出來 然後每個人都在罵你 那個沒有用 所以我們說得博而未 你如果德性 你的品德 你的這個啊 能力沒有那麼強 那你不要去佔個高位 佔高位是傳的是一個災難 懂意思嗎 自小而磨 你們腦袋就不夠聰明 你偏偏要做大謀略 最後弄下去 他害死一堆人 自小而磨對不對 力小而認重 你們力量就很小 你要去擔當重任 那你怎麼擔當得起來 這三個錯誤 打死都不能犯 記得 人生是不能犯這三個錯誤的 那股市裡面呢 為什麼很多人每個股票買一堆 買一堆理由是什麼 當然這個人絕對不是我 家民做股票 所謂會員永遠在五檔以內 我絕對不會超過五檔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是五檔 十檔五十檔都有 為什麼要買那麼多 何聞到十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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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鐘當然比較貴 隆眼比較便宜 跟抽獎一樣 摸下去 時鐘一個 這時鐘可能價兩千塊 摸下去一張紙 隆眼一顆 隆眼一顆兩塊錢 怎麼會摸到隆眼 對啊 亂買一通 那股票如果這樣做就完蛋了 為什麼要亂買一通 跟抽獎一樣 何聞到十檔 何聞到十檔 原因是什麼 就看不懂 看不懂就亂買 亂買一通 亂買一通 買一大堆 總有一張對的 所以如果做到股票做到這樣 就很可憐 懂意思嗎 跟雜誌一樣 你看一本雜誌翻開 一本雜誌翻開 股票才翻開 天啊從頭到尾就只要一百檔股票 你怎麼買 你沒辦法買 不是嗎 所以很簡單 我覺得亂搞一通 為什麼帶你亂搞一通 就看不懂 看得懂看嘛 帶你亂搞一通 好 塑膠對不對 不對嘛 格局錯誤了 懂意思嗎 食品呢 大漲一波很好啊 很好啊 來到這裡好像不好了 第一線跌破 第二線也在零走 所以當我看到這個族群 操作這段上來 我到這裡有獲利了結 我不跟他玩 謝謝 我要把錢放到口袋了 剩下的利潤比較小 危險比較大 要就別人去賺 這段你有辦法賺到錢 恭喜你我不要了 做股票是這樣的 懂意思嗎 這段當然OK啊 然後這裡不OK 第一線跌破 第二線在零走 第三線也在零走 這種格局的股票 我就不會做了 有人再賺錢恭喜他 恭喜啊 恭喜很好啊 你買恭喜啊 這種錢我就不想賺了 懂意思嗎 這就是我的操作理念 認同我我們一起做 不認同你找別人 股市本來就是這樣 你不一定要來找我嘛 好不好 好 汽車呢 汽車是對的啊 沒錯啊 它漲一波這樣上來 但是目前二三線比較短 萬一二三線跌破 第二線已經快要跌破 二三線跌破 會出現賣出訊號 賣出訊號就是一個壓力區 所以就有危險 這一段OK 等到這裡有點危險 所以你要看得懂 看得懂你才知道要怎麼操作 那如果我汽車利股 一部分我就先獲利了結了 我最少一半賣掉了 那如果這裡再轉落 第三線跌破 出現賣出訊號 那我就全部不要了 我全部出了 會不會賣到最高 不會 會賣得很高 可以 股票請放口袋啊 這最開心的啊 不是嗎 就這樣啦好不好 觀光呢 我們講過觀光是不是很漂亮的 很多老師 觀光不是漲很多 對啊 你看電視每個都要跟你講 漲多的 只會跟你講那個回檔的 八方雲集 股票跌亂七八糟的 這個晚品股票已經漲不動了 跌破了 跟剛剛的四平股一樣 不會有人跟你講這個 跟你講那個漲 你會誤以為 觀光股漲很多 其實觀光股被很多股票拖累了 它並沒有 類股並沒有很漂亮 因為這不是很漂亮的格局啦 這樣懂意思嗎 低線還在空間那奧很漂亮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你操作觀光股要非常非常小心 如果你能力不夠 得小不要去居高位 至小不要去做大謀略 力小你不要去扛千金 就是這個道理 懂意思嗎 好 趙子呢 趙子是對的 賣益訊現在出現 三天內馬上出現賣益訊 所以這把它消除掉了 那目前的架構是對的 所以我們看二次大利股 說真的最漂亮的是趙子 這樣懂意思嗎 好問題來了 趙子股票不多 六檔 只有六檔 只有六檔 上櫃我們把他講 上櫃呢 上櫃不對喔 你看他股票往上衝 這裡壓力很沉重 他衝上去都小碎步 有沒有三線換多 沒有 目前有兩線跌破 第三線也不強 所以上櫃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這所謂的邪惡第五波 他有沒有突破 有可是怎麼樣 區域線拉不起來 目前有兩線跌破 這要非常非常小心 上櫃是有危險的 好 那我們大盤的格局呢 大盤今天 差一點把這八天的缺口回補掉 今天來到八天的低點 有沒有很強 沒有啊 第一線再零走 第二線跌破了 第三線也沒有很強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大盤這個格局 根本沒有很強 我前天還講說大盤不強 很多人不相信 老師大盤不強怎麼會創新高 如果你覺得你對 你就去用你的方法做 你不用看我的 蔡愛銘的看法 不會改變 我早就跟你講大盤不強 有強嗎 有強為什麼今天跌破八天低點 當然不強啊 為什麼看這個就知道了 這哪有很強 前兩天也沒有很強 第一線還是比較短啊 這表示怎麼樣 上檔壓力比較沉重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很清楚了 對不對 那我們看很多股票 來台積電 台積電已經轉機 第三線向上 那既然這麼好 為什麼台積電最近轉不動 對啊 今天也是一樣跌破 差一點把這個缺口給回補掉 這個缺口低點是571 今天低點是574 差一點把這個缺口回補掉 八天幾乎都要用下修正 跌破八天低點 所以這個線型說真的一點都不美 你怎麼看我不知道 我覺得一點都不美 這哪有美不美 好 那我們看台積電 格局對不對 不對啊 第一線也是非常短 第二線跌破 跟那大盤很相似 第三線稍微 好一點點也沒有很好 所以我們都看完這個線型都知道 台積電強不強 一點都不強 如果很強為什麼跌破八天低點 很簡單的道理啊 我跟你講 像大盤信不信隨便你 我跟你講一點都不強 好 那我們把它放大一點更明顯 看到了嗎 這個缺口很大喔 快要被補掉了 差三塊已經把它補掉了 第一線呢 臨走以上一點點 第二線跌破了 對不對 第三線還好 但是也不強 所以看完就知道 台積電一點都不強 我跟你講沒有錯 一點都不強 所以我會去買台積電 不可能 好不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 剛剛講了嗎 八天缺口 差點把它回補掉 當然非常弱勢 我們看長榮 長榮假除息 融資戶有壓力 因為他要配息 這個一配配七十幾塊 配息之後怎麼樣 你當然融資可能會 你的 你可能只有繳三成 這個配太多了 一配會有狀況 所以這時候要做一個假除息 會造成他一個賣壓 因為有人沒有辦法參加除息 那到底長榮這檔股票怎麼看 怎麼看 我測兩年來 我幾乎沒有跟你講過 我看好長榮 從什麼時候 從2021年 七月份到現在 快要兩年 現在六月了 真的有講嗎 當然有 天啊 這段除息 減資 減完是180 180要打下來 這段減資前已經跌66%了 減資完再跌兩成 所以這一段已經跌超過八成 你看目前來講 減資的價格180 但是也沒有漲過180 所以我們說這股票非常非常弱勢 跌快八成 所以他好不好 這個不言可遇 一段股票跌八成 你跟我說好 怎麼可能 好 所以為什麼這股票這麼爛股 你怎麼報那麼久 詹愛明你們報這種股票 當然沒有 很多人為什麼到今天還在講 因為他沒有賣 第一個他手中沒有限制 我可以買50代也可以 他當然不用賣 所以他一直講講講講 沒有賣 只能繼續講 不然柯會罵死 繼續講他有多好多好多好 講到後來講不下去了 本來每天講變兩天講一次 變三天前後來就把他消失了 不是這樣嗎 哪一個講貨櫃不是這樣玩 詹愛明從7月到現在2021年 快兩年了 我哪一天跟你講 我看到貨櫃三雄 絕對沒有 你如果聽我講過這段話 你碰到我給你打 我你打不到的 我絕對沒有講過這樣的話 為什麼 投資朋友 你看當然這爛股 得快八成 你看你進去 時間賠掉 錢也賠掉了 精神也賠掉了 你的感情也賠掉了 這非常非常可惜 好 詹愛明有沒有講 有啊 你看這天2021年7月30 哈一股全身而退 笑看以天屠龍 我早就跟你講了 這當天的畫面 東森的畫面我講 哈一股全身而退 笑看以天屠龍 太幸福了 兩年前我就跟你這樣講 不是嗎 將近兩年了 兩年前我就跟你這樣講 有沒有 好 這是2021年8月6號 這個也快兩年了 好 韓一股高檔套牢 後許十年後才能解套 我當時這樣跟你講 兩年前這樣跟你講 我講這樣一定會受到很多壓力 老師這長榮EPS七八十塊 你鬼扯什麼 你副醫師怎麼考的 玩八蛋 我都被罵玩八蛋 什麼蛋都被罵 有啊 我這樣講 2021年8月6號 東森外面有沒有 韓一股高檔套牢 或許十年才能解套 真的 或許十年才能解套 兩年前就這樣跟你講 你不相信 當然當時很多人不相信 現在很多人都信了 你還相信很快就能解套嗎 不要傻了 對不對 好 這個小學四年級 等當兵回來才能有解套的機會 這樣就是十年了 小學四年級十歲啊 單兵回來二十歲 那不是十年嗎 當時我這樣講沒有你相信 馬上給你電話 三字經 撤幹給我一大堆 對啊 2021年 23年 將近兩年前我跟你講 韓一股高檔套牢 或許十年後才能解套 所以很多人不理性 腳底下 找到沒有一塊好 他不認同嘛 韓一股明明這麼好賺 你把他講那麼爛 我有講錯嗎 你今天來看我這個 我有講錯嗎 我沒有講錯 不是嗎 說真的有時候 這個真理有時候 藍裡被人要相信 散戶本來就 股市專業沒那麼高 沒辦法 結果後貴三雄呢 每一檔不是七成就八成 只有兩萬六千你組織就會 你看 微一檔股票 為三檔股票 昌冬 陽明 萬海 三檔股票 製救會兩萬六千人參加 買股票買到製救會 摳連 那不是我的粉絲 那不是我的會員 我會員怎麼會製救會 對不對 好不好 好 國際除息 陳泰銘三億入賬 當然講國際的除息 那看國際的現行 到底怎麼樣 天啊 現在三個月低點了 那你去買國際 不是全部賠了嗎 套了嗎 現在還有五百七嗎 哪來看的五百七 所以你這樣買金不是賠死了嗎 我怎麼樣 有沒有講 有啊 我不知道講了多少次 國際轉空 我看什麼 我看這個 我跟你講 國際轉空 那你不相信我沒辦法 第一個 你不管有沒有賠錢 你先套三個月 不管你有沒有賠錢 先套三個月 你願意嗎 先套三個月 你願意嗎 如果願意 那恭喜你 你就繼續套吧 反正錢是你的 又不是我的 為什麼 空頭格局 我早就跟你講 我今天才跟你講 轉空很久了 陸陸續我跟你講過多少次 國際這格局錯的 通常 通常空頭格局 除息後很難填寫 這是我的經驗判斷 準不準我也不知道 那我只能講我的經驗告訴你 通常空頭格局 除息後很難填寫 好不好 目前就已經空頭 已經上個月前就轉空了 好 人生三個基本錯誤不能犯 第一個德博未尊剛講 第二個自小 你智慧很小 你要去做謀略 不好 第三個力小而認重 這都是很大的忌諱 所以不要去換這個忌諱 股市裡面三種錯誤不能犯 第一個 時間浪費掉了 像你買國際部浪費三個月了嗎 第二個錢也賠掉了 第三個還被人要笑笨蛋 為什麼笑笨蛋 你笑笨蛋當然不會讓你知道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說 客氣紅開 更有笑笨蛋 買錯股票空頭格局你偏偏買 對啊 我早就跟你講 這格局不對股票你不要亂碰 結果你錢浪費掉了 時間浪費掉了 然後你錢也交給別人 然後你也被人要笑 客氣紅開 更有笑笨蛋 就這樣啊 你買錯股票了 錢也賠掉 你跟誰買的 你當然不是跟我買的 你跟的是別人買的 你買國際怎麼會跟我買 你買後櫃三小怎麼會跟我買 對啊 最後呢 時間浪費掉 錢浪費掉 好 板卡三雄時間不夠 我們廣告回來再跟他分享 板卡三雄應該如何操作 把時間交給誘打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廣告回來 繼續請張老師幫大家來分析 東盛粉絲耐手機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te 說你是東盛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邊留下來 張愛民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te是免費 說你是東盛粉絲 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愛民會盡速回答你 歡迎你回到講點密碼 再把時間就給張老師 好的 我們來看看新聞 板卡三雄 景碩南電新興 到底好不好 今天說越來越好 每個月都越來越好 當然 你看到這個新聞 你可能會相信 但是去年被騙的人 通通不會信 對啊 去年跟你說 營收不斷創新高 那如果營收不斷創新高 獲利也不錯 那股價應該漲還跌 營收創新高 股價怎麼樣 應該漲啊 對啊 結果呢股價跌72% 看到嗎 所以如果你去年被騙了 你今天還會相信這個東西嗎 應該不會信 騙一片就嚇到 還要再騙第二次 最後呢 賠死多少人 對不對好不好 藍電跌72% 營收創歷史新高 股價跌72% 為什麼股神系統有答案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你早就應該知道了 我也提醒了 我不是沒講 我早就提醒了 對不對 行星景碩南電都有 對不對 我都有跟你提醒 這格局是不對的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反多 好不好 好 今天的元太 成交值排行榜上櫃第一名 元太 一開盤跌停板 為什麼元太會突然跌停板 有狀況 周縣早就告訴你 這格局不對了 到現在最少半年了 你這半年了什麼時候聽過 元太對 元太當然不對啊 這格局是錯的啊 懂意思嗎 好 我們再看日線 日線今天在這裡 5月26日 跌停板 那麼回到前一個假日 21號端午之前 第一線在臨走 第二線跌破了 第三線也在臨走 那你告訴我好不好 如果你有這種股票 抱著過端午嗎 當然不要啊 快掛了對不對 我們再往前一天 好 這個20號對不對 第一線掉了 第二線跌破了 第三線也不強 當你看到這種格局 你不覺得這好像快結束了嗎 對啊 那你要抱到現在 對不對啊 你還抱到昨天 對不對 你還抱到今天 不是嗎 所以股票下跌 其實很多股票都有跡象 你是可以避開的 只是你不想避開而已 好 普瑞對不對 當然不對 這個有狀況有問題 看懂嗎 信惠呢 信華呢 股王當然不對啊 所以你抱了好幾個月 賺不到錢 對不對 這都不對嘛 包含什麼 宜鼎 股價創新高 區域線大不起來 要小心喔 這個環球金不對了 三線跌破轉空 發到利多都沒有用 中美金也一樣 從二月轉空到現在四個月了 都沒有辦法突破這個點 你說好不好 當然不好 好 台辦當然不對啊 轉空了嘛 森達科當然不對啊 這麼多賣力巡討 從四月到現在兩個月過去了 你看格局不對都長不起來 股票操作最主要看架構 架構看不懂 一切空談 比如說今天的造紙最強 造紙六檔而已 可不可以買這檔 當然不對啊 你不能六檔都買錯嘛 這個呢 這個對的 對錯 很簡單 只是你要有能力來分辨 好不好 好 大一支遊戲 遊戲轉強囉 沒錯喔 最強的遊戲是這一支 叫做Oh My God 你要看得懂 看得懂之後 股市就變得很快樂 方向錯誤快跑沒有 巴維特講了 方向錯誤快跑沒有 方向正確快馬加變 這張愛民講的 懂嗎 行情今年不好操作 盤整15週 不會啊 我們把215把它放口袋了 賺的扣掉賠的26檔 215 15週喔 接下來這一段不錯啦 一筆一筆把它放口袋 股票市場操作就是這樣而已 懂意思嗎 如果成為輕鬆贏家 找到對的人 用對的方法 自然能夠成為股市贏家 小老鼠A25006999 這是我LINE的利碼 你要加入 要搜尋 用LINE搜尋 小老鼠A25006999 債明不會一倍在東升 有一天當我離開東升 你會找不到我 所以記得要搜尋 加入 我們把線交給佑達 好最後提醒觀眾朋友們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至於個別的家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簡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要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東升粉絲耐手機掃描QR Code 掃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NE 說你是東升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定留下來 趙明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NE是免費 所以你是東升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趙明會盡速回答你